今天喜马路上岗了 小橘色 我看有人说我胖了 棱角不分明了 但是呢是可控范围内的 接着再吃点肉 这个是小猪肉 来 放点酱油 小猪肉 就是特别的简单 用香粉啊 就是一捏捏 我喜欢放这个海鲜粉 两勺水给它搅打一下 这个肉就有味道了 有时候做饭的新手小白 就不知道肉味道怎么样了 放到碗里面 然后背波炉转一下 这就30秒就行了 尝一下这个肉味道怎么样 这会儿呢放油 让油啊把这个水给爆裹住 油啊差不多是三层 嗯 太香的肉 不错 还是之前的呀 头一单啊不要了 虽然有一点点浪费 第一刀里面特别容易藏着小泥巴 所以不要了 就是小指甲盖这么长就行了 好的 小韭菜露盘 一点儿不浪费 不要去搅它 让它等会儿 只要粗一点的茄子 看这种第一刀呢清切 第二刀切下来 第一刀呢清切 第二刀切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有点小的心 以前每次放假回家呢 只要老爸知道我吃贵 之前准备茄盒 因为知道我喜欢吃 刚开始啊是站着给我烙 年龄大了 就做一个小凳子 坐在那儿给我烙 这烙的茄盒 都没给我姥姥做的那个味道 一个人能吃一满盘 面糊 看这小面糊 调到没割的就行了 小铲子 我看好多人买的这个到了视频 我看朋友们说挺开心的 挺满意的 证明我的眼光还不错 不适合早饭吧 就不好吃了 这样就会更鲜 C肉馅 他好像时间没上班了 好 包上肉馅 像一个程度就行了 就是每一个呢 都是开口笑的程度 铁盒呢就是能放很多的馅 然后还不容易发泡 看开口笑 看 放进去之后这样按一按 哎呀就进去了 是不是能放很多的馅啊 这么多 我们第一锅可以开始烙了 第二个 看见呗 给他沾一下面 转一下 每一个呀都给他正反 沾上面 沾上小面糊 好了 有点像大生蚝 好 好 好 这样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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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小切合好吧 浓浓的肉馅 配上醋 开动咯 要干嘛 先挑下去 要干嘛 拜拜 着急 饿了吗 快点啊 好了好了好了 烧烧烧 请不吝点赞 第三杯 CDU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